郎左鲍尔,落成明日之子胡仁在放弃拉赛尔之后,正是拉开了球哥时代没有哪个新秀在这个夏天得到像鲍尔这么多的关注。鲍尔的推进速度和精确制导的助攻能力会让胡仁在他新秀赛季结束后让其他经理感到极度特别是本以为鲍尔是自己的太阳队。 当然鲍尔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年他的投篮会特别挣扎,如果他的甩距三分达到联盟平均我就很欣慰了,同样他的挡拆防守也是灾难,不过有了波普的加盟这点将会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